男士服裝店老闆Kenji一向對古董很有興趣 車號、衣服、甚至家屬 不過這麼多種之中 他最喜歡都是古董標 接下來我們會跟著Kenji 走訪不同的鐘標愛好者 帶大家看看香港鐘標界的另一面 我今天來到伊朗的辦公室 其中一隻收藏樂錶我都很喜歡 我是黃伊朗 半炒家也對半collect 炒的模式是賣這些錶回來 當你擁有了 你又不捨得它放 我就變成collector了 你好伊朗你好 你好Kenji 聽聞你是爵士 是甚麼爵士 2016年的時候 收藏了馬里他性愛看爵士 本身我爸爸也是性愛看爵士 之後亦做了很多公益的事 我們便會取得這個身份 等於類似香港是太平紳士JP 為何你會喜歡玩錶呢 我聽聞你是喜歡玩車 是否有關係 我覺得也是有關係 本身我很喜歡車 入了很多超跑的車群 通常我們一開完車 然後去吃早餐 吃早餐的時候 大家要不就談車 要不就談錶 聽得多些型號 自己都開始對錶有興趣 買這麼漂亮的錶 是否要搭一搭味的爵士身份 穿著這個身份就應該用車子品去衡量 其實買這些錶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襯衣 或者是撞到你那天穿出來的套路 好不好看 這款是Podak Phillip 叫做5167R的型號 是玫瑰金的 本身人是比較陽光 散的皮膚如果撞到金色 很會看 我喜歡的 這款都是我少少喜歡 Podak Phillip 沒得住 專門電影的試價 大概是26至7萬左右 現在的試價是51萬 加上6月1日 Podak Phillip已經全面加了價 所以這款錶的升值潛力很高 以前小時候買的東西 沒有想過好不好吃 覺得漂亮就衝過去買 我現在買的這些錶 全部都是升值的錶 一款是GMT Master II 六針 另一款也是GMT Master II 六針 但就是金國 它的特質是可以有兩年時間 扭一扭的話 它的短針就可以走兩格 我比較喜歡金港的GMT Master II 例如Sporty 運動裝 效果很漂亮 這兩款我覺得升值潛力高 為何你覺得升值潛力高 是因為有人跟你說 還是你自己看到一個trend 是給別人買的 還是怎樣 因為我看到SummerIna的走勢 SummerIna是努力士的日本版 而GMT 其實是 SummerIna是高一個level 所以它將來升值潛力 是會高的 我看好它 嗯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下小鈴鐺 來聽嗎